早晨8月22日星期二 欢迎收睇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今早大事有什么节目 有一些信体评级 将美国地方银行下调了他们的评级 可能会谈论对市况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也会谈谈内地的经济状况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APP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标指和纳指有反弹 市场官网美国联储局主席包威尔 今星期五在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演说 美国十年期债息上日一度突破4.35厘之后 创2007年的新高之后 道指轻微高开 一度之后要跌252点 收市跌幅收窄到36点 收报34,463点 标指升30点 收报4,399点 纳指升超过1% 收市升206点 收报13,497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上升0.8%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英国股市要向下 看看焦点美股 Tesla反弹7% Meta升2% Google和苹果股价靠稳 星期三即将公布业绩的NVIDIA 即前炒上8%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 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阿里和网易比本港收市高出1% 阿里巴巴折合86.77 美团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127.95 汇控和比亚迪都比本港收市高出1% 汇控折合59.17 比亚迪折合221 看看亚太区的情况 现在早段日经平均指数升近300点 升幅1% 最新负31,863点 首义综合指数升15点 色名普通股指数跌10点 新生亚50成分股指数跌22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 港股经历了7年跌 今早的黑期轻微靠稳 升25点 恒指17,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盘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稍后也会和聶sir详细谈 究竟港股跌到现在这些位置 去年11月以来的低位 去到什么位置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我和聶sir谈谈外围情况 其实市场在等星期四开始的 Jackson Ho 央行年会 昨天没什么特别重要数据 指数就各别发展 不过在评级机构目的 下调美国多家银行的评级之后的两个星期 标普也下调了几家银行的评级 以及调低了另外几家银行的展望 理由是一些类似的多重压力 令到银行的日子变得艰难 标普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到 就将几家银行 有一家叫Key Corp Comerica Valley National Bank Corp 等等的银行 评级就下调了一级 就指出利率上升和存款变动 就会影响到整个行业 见到美股近日就进入调整 譬如说纳指高位跌了6% 标指也跌了4%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聶sir 你觉得这次再有评级机构 这次那间的规模就再大一点 目的下调的银行的投资评级 你觉得对大市的影响或者冲击大不大呢? 第二就是美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随着债息上升 美股也有一个调整的时候 你觉得调整完成了没有? 或者去到什么水平会比较大的支持? 其实看到月初的时候 惠宇已经将美国的主权评级 都下降了 所以其实其他的评级机构 暂时未对美国的顺币评级来调整 反而对于地方银行来调整 已经算是温和了 所以后续来说市场就会关注 会不会连目的和标普 可能都对美国的整体的信贷评级 都有一个下调的状况 所以暂时去看 消息稍为是利淡 也会令到市场稍为忧虑 除了是地方银行 即是一些三四线银行之外 会不会连一二线之后都会有一个下调评级的压力 所以现阶段去看 对于道指来说 因为始终都比较多的成分股 是属于这个金融股 所以售额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跌 但是现时来说 道指都是维持上太水平 33,000点到34,500点之间的配汇范围 现时只是稍稍低于34,500点的位置 我认为有个心理准备 可以先留意 到底34,000点会不会有一个支持 至于对于科技股来说 我相信相关的消息 未必过影响太大 主要是焦点暂时来说 就会看回到底是 联储局主要的霸威瑜 在Jackson Ho的年会 会不会稍微对于9月份 会不会是联储局加息 有些启示的状况 似乎市场现时也有一些声音 稍微是忧虑 到底会不会是 美国的通胀会有一个升温 因为始终见到8月公布的数据 已经开始轻微地有一个反达 按住上年同期来说 开始基数减少的时候 可能都会令到 美国的通胀压力会加大 如果相关的消息 是真的在发酵的话 可能就连同一些科技股 都会有一个受眼的状况 我们看看上日恒指的走势 稍后会和聂储谈谈对恒指后市的看法 恒指星期一 低开152点之后 早段跌幅一度收窄到83点 午后跌小加剧 并且以接近的全日低位收市 收市跌了327点 报17623点 跌幅1.8% 国指收市跌了116点 报6030点 波指跌84点 报3923点 跌幅超过2% 带市全日成交1025亿 北水淨楼出一日之后 又再转为淨楼入 金额95亿7千万 同时又再买入ETF 刑府基金有30亿2000万 北水淨楼入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8亿7千万 恒生或置ETF有3亿8千万 个股方面 小鹏汽车最多北水淨楼入 金额有6亿 快手有1亿4千万 北水淨楼出 美团有7千万 东方欣选有1000万 北水淨楼出 先和聂长谈谈 昨天的经济数据 昨天上午出了 市场贷款报价利率 我们简称LPR 它有下调的 但减幅比市场预期小 先和大家报报 昨天公布 5年期的LPR 维持在4.2% 市场原本预期会下调 并减4.05% 5年期的LPR 和内地的房贷利率挂勾 并没有减少 反映内地的公款负担 并没有减轻的 一年期的LPR 由3.55% 减到3.45% 下调了0.1% 但市场原本预期是减0.15% 上星期二 内地就减了中期借贷便利MLF 和上臂借贷便利SLF利率 市场也预期会减少LPR 这次特别是 在内房最引起市场关注的背景下 反而没有减少5年期的LPR 这个数据昨天上午9点15分公布 其实港股反而公布了数据之后 跌幅就一度收集 下周才跌幅再次扩大 内地股市亦是下周的跌势才加劲 再说另一个相关的新闻 高盛在三个月内 第二度下调MSCI中国指数目标 将MSCI中国指数成分股的盈利增长 原先估计今年会上升14% 下调到11% 年终指数由70%降到67% 较上星期五的收市水平 仍然高出13% 高盛说到下调盈利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内房的债务风险 有可能波及实体的经济和金融市场 瑞银亦是减于房地产下调的幅度 可能比之前预期更深 他们就说了一些数据预测 不过跳了去一个结论就是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内地全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就下调到4.8% Thomas首先想问你就是 五年期的LPR 其实市场都预期了 甚至是觉得都必然会减的背景之下 这次就没有减的 你觉得对市场其实想适合一个什么的讯号呢? 第二你认不认同大行高盛和税人所说的 内房问题会波及到实体经济? 你说减不减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有好有不好的状况 我想市场最初是想 如果是减长期的LPR 相对上可能会舒缓了现在市民的供楼压力 值得留意 其实就算是减息也好 只是对于已经供款的人士 会比较有个帮助 但相对上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诱因 去吸引到一些潜在买家 立即会买楼 就变成了一个机会 也未必是那么大 所以可能人行都有这一方面的考虑 变成了不去减五年期或以上的LPR 另一个方面也要考虑 其实不单止是内房的 息率的调控的时候 其实对于内银来说 都是会有一个敏感的状况 明显地如果真的会符合市场 预期是下调的息率 便会令内银的息差 有一个进一步收窄的状况 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比较低的息差状况 大概是2.5%的程度 但现在已经是低于1.8% 如果再进一步来减长期的息率 的确会令内银的利率下调 但从而令内银的息差进一步收窄 亦都不理内银的表现 所以平衡两者 现时只是减短期的利率 我相信希望 令到存户将钱放在银行的意欲减少 多钱在手 有机会对于消费方面 会带来刺激的状况 对于消费的状况 对于消费的状况 感谢观看